第四位文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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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大家好 我是地球公民基金會的研究員蔡佳生 今天要來帶你認識一個數位文盲 怎麼樣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 一起運用地理資訊系統技術 抓出所有違章工廠 讓政府聽話的故事 本課程將分成以下段落 我們會先簡介農地違章工廠為什麼會出現 政府打算怎麼處理他們 這跟地理資訊系統有什麼關係 要建置一個人人可用的類地理資訊系統 又需要哪些專業 最後的最後我們是要告訴你 學會工具之後 再帶著一個想解決的問題 我們都可以成為改變社會的一個支點 好 那就讓我們開始吧 高山 海洋 森林 城市 鄉村 台灣36193平方公里的陸地 我們可能沒有機會都能夠親自走過 但多虧了地理資訊系統的普及 讓我們這樣一般的民眾 都能以空中俯瞰的角度 看見台灣的美麗 同時也讓我們看見更多的哀愁 講到農村 你腦中第一個浮現的景象是哪一個呢 是這個A? B? C? 還是D呢? 實際上這個才是台灣西部大部分農田的景象 尤其新北、桃園、台中、彰化、高雄、台南 大量的農田都呈現這種樣貌 根據農委會調查 2017年為止 全台灣68萬公頃的農木用地上 有13萬間疑似農地工廠的存在 農地上有工廠 聽起來有點母湯 但有多母湯 用最簡單的比喻來說 違章工廠的存在 就像是有人在你的臥室 放了一個瓦斯爐 瓦斯爐就該放在廚房 因為廚房會有抽油煙機 可以把油煙吸走 會臨近你家的飯廳 這樣端菜才不會一直在走道上撞到人 會臨近窗台 可以把瓦斯接在屋外 也會有煙霧偵測警報 來降低火災風險 最重要的是 它不會讓你邊讀書還邊吸油煙 同樣的道理 工廠應該放在工業區 有集中污水處理廠 有大馬路 也會有消防檢查 確保意外的損失在可控制範圍內 農地上的違章工廠完全是相反的存在 根本就沒人知道它在那邊做什麼 更不用提任何管制法規可以管到它 近年環保和食安意識抬頭 違章工廠的許多問題逐漸被揭露 像是某些產業就因為亂排廢水 導致水增下游農田幾乎都被檢測出重金屬殘留 另外2019年 有兩位消防員在無人的違章工廠內打火 結果卻遇到鐵皮塌陷而命喪火場 終於在十年前政府意識到了這個問題並開始處理 那政府打算怎麼做呢? 他們修了工廠管理輔導法 一個專門管理工廠的法令 該法明確地寫著 各縣市政府應該把2016年5月20日之後 新增的工廠斷水斷電及拆除 剩下的則應該在20年內提升到合法工廠的標準 不然也是拆除 然後違章工廠問題就解決了 好棒! 回來下班好嗎? 好吧 面對現實 這些工廠理論上都是黑數 是政府掌握不到資料的對象 政府也不可能派人24小時監控所有的農地 那該怎麼辦? 答案是只能靠著社區守望相助 看到新增就舉報 但要怎麼讓人大量舉報呢? 用故共表單嗎? 各地政府一直以來都沒有一個好的平台來收集回報 洩漏陳情各資給被檢舉廠商的事蹟也實有所聞 我們作為公民團體也很快意識到 我們能給的檢舉民眾並不想要 像是剛剛說的Google表單 所以我們去了G0V 作為一個環保團體 大家可能認為就是只是在做環保而已 但其實台灣非常多的土地破壞 是來自於錯誤的地方 做了錯誤的事情 因此我們就很關注違章工廠的發聲 就是如何舉報是還蠻多 其實剛去G0V的時候 身為城市麻瓜的我們非常沒有自信 連許願都生怕會許錯願望 所以我們花了很長的過程 能釐清我們的需求 是要開發一個APP還是一個網頁 使用者會使用手機還是電腦 要顯示地圖的話要用哪邊的資料 我們需要什麼專長的人才 騎乘怎麼定才不會太倉促 我們很像一個只會聽歌唱歌 但是連一首歌都怎麼寫的都不知道 就要去找人組樂團的主唱 更慘的是 我們甚至連樂團有分哪些角色 到底是需要吉他手 還是大提琴手都不知道的超級新人 但是我們最終開發了一個 違章回報系統的網頁 啟用至今已經有622個新增的位置 2128張照片 成功檢舉了347間工廠 前前後後有50位參與者幫忙開發 每週小聚大概維持5到10人的規模 我們怎麼做到的 其實仰賴的是G0V相當開放成熟的協作文化 還有我們讓人直接從地圖找檢舉的地方 首先我們在前期就遇到對地理資訊系統很有概念的架構師 也遇到很有條理的設計師 幫助我們釐清思緒 設計師幫我們檢視每個需求 合不合理 必不必要 從使用者的角度幫我們設想 架構師則是幫我們看這個功能做不做得出來 要花多久時間 幫我們從可行性的角度想出更簡潔的解法 我們過往接到陳情民眾的電話通常最難溝通的 就是那間困擾他的違章工廠到底在哪裡 違章工廠常常做的在稻田中央 有時候連路名都沒有 要對方報經緯度 還要先教會對方怎麼找到這串數字 再來 那塊地到底是不是農木用地 這也很難知道 常常花了半小時理解案情 才發現那是蓋在合法用地上的工廠 嗯 架構師和設計師因此幫我們想到 他就用地圖 然後直接只開放農地讓大家上傳照片就行了 說來簡單 但如果只有我們環保團體根本不可能做到 因為政府 雖然讓大家可以在網路上瀏覽地圖 卻沒有開放下載原始資料 不過G0B的工程師還是只用一個禮拜的時間 就幫我們把農地的地圖資料從政府手上下載下來 再來就是設計網頁架構了 這是一張2019年8月時設計師幫我們理清的架構 我們的網站需要一個前台和一個後台 前台是一個公民眾上傳照片的地圖系統 後台則是讓地球公民整理這些照片 並快速變成檢舉公文的管理系統 確定架構之後 就需要使用者經驗設計師 考慮所有使用者的煩惱 做出讓使用者不會用到一半 就怒觀網頁的流程和版面設計 舉例來說 為了因應站在戶外適用手機的情境 設計師就必須加大按鈕和調整配色的對比度 把地圖和所有按鈕做出來的 則是前端工程師 他們的工作就是做出所有你們看到的畫面 除了一一製作設計師開好的需求 也要會應用雲端地圖服務 讓地圖在網頁上跑得順暢 如果說你看到的網站是水龍頭流出水 後端工程師的工作就是架好後面的水管 水塔 確保水不會突然沒有 一瞬間有一萬個水龍頭打開也都還有水 他們不只讓網站上線 也負責處理網站的資料儲存 讓系統收回來的資料可以有結構化的後續利用 同時我們還需要產品經理這個專業 為什麼呢? 因為不同專業的人之間常常有溝通障礙 產品經理這個角色必須熟知上面所有角色的專長 能夠用技術語言對話 而且清楚開發流程 是讓不同的齒輪順暢運轉的潤滑技般的存在 而沒有人宣傳這個專案就沒有用 我們和一些貢獻者因此在行銷上下不少功夫 從線上講座 每月發行報表 到土法煉鋼式的到違章工廠附近貼傳單 我們都嘗試過 過年期間也做了一個入口網頁 嘗試讓大家看到系統累積的回報數字時 感覺和自己更有連結 比如說自己的家鄉有多少間違章工廠 又已經被拆除多少 像我現在就查我的家鄉風源給你看 好奇第一名是哪個鄉鎮 記得看到影片最後面喔 經過9個月一週一次的小聚 農地違章工廠回報系統 在2020年3月20日正式上路 我們一年間拿著這些 靠著網頁收集而來的資料不斷開記者會 讓議題進入媒體版面 拜訪民意代表 也拜訪政府公務員 要求他們正視這個現象 並拿出具體措施改善 這些行動在今年逐漸產生效應 過去面對違章工廠百般推脫的政府 先是經濟部開始願意公開各地 違章工廠處理的進度 內政部也含令各縣市 必須把斷水斷電加進財發手段 各縣市也都慢慢增加經濟發展 單位的人力配置 加速插處速度 改變正在發生 而它是因為有G0B貢獻者的工具協力 民眾熱心的回報 還有倡議團體的堅持 或許你們都還不是承受的魔法師 但不管你將來專精的是GIS 設計、寫Code 還是研究法規、政策、寫文章 或許都可以開始問自己 用這樣的能力 我會想開啟或參與什麼樣的計畫呢? 別走開,後面還有作業解析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的作業講解時間 今天要請各位同學幫我做的作業非常的簡單 我們要請各位找出一間特定的違章工廠 它可以是離你家最近 或者是離你現在的距離最近的一間工廠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希望可以找到它 before跟after的照片 before指的是它在建廠之前 after是指它建廠之後 那這個東西要怎麼找到呢? 必須要透過提供不同時間點的空拍圖 圖資的來源去找到這些資料 那現在最方便各位禁用的應該是Google Earth 因為它有提供不同時間點的空拍圖 那第二個你需要知道這些點現在在哪裡 那我們這邊就是Disfactory 目前有收集到和下載下來的資料 所以現在你必須去準備第一個 Google Earth這個軟體 第二個是我們準備給你的點位的CSV檔 還沒下載的同學現在可以暫停去下載 那下載好Google Earth打開之後呢 你會在這個台灣的上空 第一件事情我們要輸入 我們目前所知的違章工廠點位 那跟你們所使用的Google Map 有點像 你必須要告訴Google Earth 現在你要它列出的點它目前在哪裡 那請大家進入檔案 左上角這邊有一個開啟 你也可以按Ctrl O或Cmd O進到這裡來 那就點選我們準備好給你的這個點位檔 CSV檔 進來之後呢 你會看到這邊有一些欄位讓你去勾選 那大家請先注意這個預覽畫面這邊 它可以看到我們匯錄的這個CSV檔 它大致的樣貌是長的長怎樣 它所有的欄位和列到底有幾列等等 那沒有什麼問題可以直接按下一步 在下一步它這邊是要你告訴它 你所要匯錄的每一個點位 它的位置 可以從哪些欄位得知 Google Earth提供兩種方式 一個是街道地址 第二個則是經緯度 那緯度這邊 我們觀察一下表格 就可以在這邊找到有一個24點多的這些數字 每一列都有這個數字 那它很明顯就是緯度 緯度的英文是Latitude 所以它的縮寫剛好是這個LAT 那我們就在這邊選擇LAT 進度則是這個120點多的數字 那就可以選擇這個LNG 選完之後繼續點按下一步 那這邊是其他的欄位到時候要顯示在這些點位上的時候 Google Earth也想要知道它有沒有特定的一些資料格式 這邊的地方可以直接按結束 它會詢問要不要套用樣式範本到我們現在匯錄的資料 也就是你到時候進去的每個點位 有沒有特別想要標注什麼樣的顏色 那可以選擇建立新範本 那名稱你想要用每一列的哪一欄來作為它的名稱 這邊我會選擇用TownName SightName這個 這是它的地段名稱 比較可以明確看出一些些差異 然後又簡短 比較不會有太多重複的情況 好 那這邊就按一下確定 儲存範本就儲存 那它就會拉進到你所輸入的這些點位的範圍 好 那目前地圖上什麼都沒有呈現 因為你需要到旁邊的位置的地方去勾選你剛才匯錄的資料 這樣它才會顯示出來 所以我把這個剛剛我匯錄的這個檔名這邊打勾 那它就顯示了這些地名出來 Google Earth它有一個特別的功能 是視角上的斜切 就是你可以有點水平平視這塊土地 你也可以垂直由上往下看 那可以調的是在右上角的這個地方 這個眼睛的這邊上下左右 如果你按下就是有點想像你在台灣的上空 然後你垂直往下看跟你可能往上抬一點視線 對那你按下的話一直按下下下下到底 你就會進入完全垂直的視角 好 這樣子才是比較正確的一個垂直俯視的視角 好 那接下來第一個步驟我們希望大家先找到 離自己最近的一間工廠 或者是離自己家最近的一間工廠 Google Earth有提供像Google Map一樣的地址搜尋功能 所以你可以在左上角的這個搜尋列 打上你家的地址 不需要到非常的細 只要到像大概就可以了 好找到這個位置之後呢 Google Map並沒有提供說 我可以計算出什麼點 我所匯入的點哪一個點 離我最近的這個功能 你只能用目測的方法去看 看出什麼點離你最近 好那我目測可能 朝陽段附近這邊的附近的工廠 是離我家最近 那我這次想選擇 比如說連村段的這間工廠 看起來比較新喔 那我需要知道它的經緯度 好找到這間工廠之後呢 我們來看它不同時間點的時候長什麼樣子 那在Google Earth最上面這個工具列 有一個類似時間的一個圖示 好點下去之後 會在這邊出現一個時間的滑感 那你可以按這邊的左 或者是直接拉動這個軸 你就可以看到不同時間不同月份的時候 這個地方它的從空拍圖上看到的樣貌 好那這間工廠很顯然它是 它是在2011年的時候這塊土地還是一個平地 那到2012漸漸在整地 到了2012年10月它才蓋起來 算是一間蠻新 但是不是法律上新增的工廠 那我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把這個不同時間點的截圖 大概告訴Disfactory上面的使用者說 這間工廠大概是什麼時候新增出來的 然後去上傳這些照片 好 那我們先做截圖這個動作 盡量把它跟時間放在一起 然後如果你是Mac的使用者 現在可以按Command Shift加4 去做截圖 大概不用截的太大 就是附近的一個大小就可以了 然後前後就是有前有後 所以一個是還沒建成一個是建成之後 如果你看到的工廠它始終就是都是建築物的話 請幫我截它最新的一張圖 就一張圖就可以了 不需要像現在我截兩張 好那現在我們要把它上傳到Disfactory上面 Disfactory的地點搜尋方式 我們現在要來研究它一下 好請大家先到瀏覽器 然後並且進入Disfactory.tw 進來之後呢 你會先需要 你可以先 你可以直接點選定位到你的位置 那你可以很快的找到你現在的位置在哪裡 那我們現在需要知道 這一張照片 我們所看到的這一間連村站的工廠 它要去哪一邊上傳它的照片呢 好 那在Disfactory裡面搜尋的功能 是在我想新增為一張工廠裡面的左上角 這個顯示晶尾度 顯示晶尾度這邊有個搜尋晶尾度的方法 那搜尋晶尾度你必須告訴它 晶度和尾度各是多少 好 那剛才在Google Earth裡面 要怎麼樣看到這個點的晶尾度呢 有一個方法是你直接看畫面的右下角 當你游標在這裡的時候 你看Google Earth底下 也就是大概是這個地方 會顯示這個23度 然後它是用度分秒的方式來顯示 但是我們再回到Disfactory 可以看它需要的其實是比較純的一個數字 那這個純的數字 什麼方式比較快找到呢 你可以直接在這個 這個你想要搜尋的點 上面點右鍵 並且點選 從這裡出發的路線指示 它會出現在左上角的這個搜尋的這邊 好 那我們就把這邊的晶尾度複製起來 並且放上Disfactory的欄位 填進去之後呢 你就會看到 它帶你到了一個位置上面 因為這些點 其實就是從Disfactory上面下載下來的 所以一定會找到一個 已經既有存在在那邊的點位 好 好 那因為我們是要補充資料 所以要把這個新增給按掉 那我們有點不確定到底 我們所找到的到底是不是 可以在左上角這個顯示設定這邊 選擇衛星地圖 那可以看到 這間就是我們剛才在Google Earth上面 所看到的位置 好 那就直接點選這個位置 然後按補充照片 再來把剛才截圖下來的照片上傳上來 OK 這邊就會有一個明確的 before跟after 然後讓人知道 這是一間20125月到10月之間所新增的工廠 它並不是新增 但是它政府也有輔導它的一個義務的存在 好 然後不需要填聯絡人或聯絡方式 直接可以新增照片 如果你想要特別讓我們聯絡你的話 你也可以留下這個聯絡資訊沒有問題 好 那就會發現 你已經完成了這個作業 你接下來只要把你上傳圖片 這整個 整個畫面截圖下來 並且放到HackMD上面 然後就算完成了這個作業 好 非常感謝大家幫助台灣的這個農地治理 再往前進一步 就是 讓更多人知道 現在這個時間點 如果再繼續新增工廠的話 絕對是對台灣的土地資源的一大傷害 大家算是完成了GIS的這個課程 接下來就讓我們在Office Hour再見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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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